社會這個 依然應該要有一些比較正面的解決問題方法 來提供給大家 那這個呼籲呢 我是希望說所有看到這個節目的人 應該告訴你周圍親朋好友 不要再加油添出說 我們兒子不要去看 他就不負責任這樣 其實這樣子做是很不好的 我想葉教練经常救難的過程裡面 也有遇到這樣的一個事情不是嗎 其實我不是只有在救難而已 其實像我等一下要講說 小孩子的心理 那你不要等一下 現在最後一段 你們這父母根本都不懂得小孩子心理 現在小孩子多聰明你知道嗎 即使是啟治兒 我每個月 我有三天是在 教這個清寒家庭的啟治班的小朋友 教他們復健 有時候教他們游泳 我有個學生 我就教他阿浩好了 這是去年11月份的事情 他們已經畢業了 他有一天就是告訴我說 那個教練 因為口語表達 只有我們懂 其實外人好像聽我們好像覺得蠻可笑的 其實那種小朋友都 我說他們是人間的小天使 落入人間的小天使 有一天那個阿浩告訴我 教練我做了一間房子要送你 老師說要謝謝你教我游泳 我說好啊很好啊 下課再拿給教練 好啦好啦 老師就幫他們弄好弄好 他真的拿一棟房子送我 房子看起來小小的 矮矮的 斜斜的 因為他們 手藝協調 教那個捏土客 那做好了以後 他還跟那個老師講 我要送給我教練 我教練經常不見了 那老師問他為什麼不見 他經常在水裡一下就不見了 教練好可憐 做這個房子要送給他 那個時候你聽了已經很感動了 拿給我說 現在放不下是起床 拿給我的時候 他說教練你長得比較高 這房子跟我一樣會長大 長大你再住進去 你說你聽了會怎麼樣 好 後來他補了一句話 我跟你講我是個鐵漢 我眼眶都會紅 他說還有 媽媽說爸爸都不見了 哪一天教練你把他找到 你把他抓來跟你住在一起 因為教練你可以教爸爸游泳 我聽了是有點倒不起來 後來小孩子就是安親班 那個教養院的老師來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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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上車之前我問他們老師 我說阿浩這個家庭狀況 他說單親啊 只有媽媽在扶養 說因為是清寒 所以送到教養院 我才去幫他們做輔導 然後他會說爸爸就是 因為小孩子這個樣子 然後離婚 小孩子自己本身 你看連起字兒 他都知道說父母親 只要有一個不在 他都會想 會想看 還會替他想說 這個爸爸走 他還坐那個房子不只送我 他還會一下連想說 我爸爸如果我們碰到的話 你可以跟你住在一起 這房子會長大 你聽了你說正常小朋友心裡會怎麼想 所以說大人有時候太自私 你要去針對這些小朋友的 往後的很多的路 你要去替他去著想 而不是說為了現成的利益問題 或者是種種的 你愛我 我愛你 你牽涉我 我牽涉你 然後大家互相干擾 影響到小朋友 這不是父母親應該做的事情 這是不負責任父母親在做的事情 那你還會再婚嗎 我想應該很難 到底就好了 如果找個老婆也好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結婚不是壞事 但是你要結婚的時候就要先考慮到 你離婚有多少的後遺症 應該講說結婚 有人講說結婚不是壞事 這樣還不夠貼氣 結婚是好事 結婚是個喜事 喜事啦 但他不一定是個好事 好慘喔 以現在的這個離婚率 而且離婚的這麼難過 所以離婚那個傷痛 監護權是一個 監護權 有幾個部分 監護引申出來就是監護權 那另外一方就是探視權 然後加小孩的撫養費這樣子 所以有很多剛才講到 不給看小孩 有些是你監不付 我就不給你看 這是一種 或者就是 就是婚姻會到離婚 這個多少雙方負面的情緒 你說人要把這個全部 在離婚的這一刻 全部扶平掉很難 很難 然後就是延燒 就是延燒 延燒的第一個對象是誰 就是小朋友 對 你說這個小朋友就是最無辜的 但事實就是這樣 延燒過去他就是 第一個就是 我就是不讓你看 他認為這個是 最直接能夠報復到的 對 因為這個是最痛 那你反過來 我就是要讓你最痛 這就達到那個報復的目的 所以現在變成是籌碼 只想過說爸爸或媽媽 看不到小孩 這對他 對爸爸媽媽是懲罰 他沒有想到說 小孩看不到爸爸或媽媽 也是對小孩懲罰 所以我們常說在案子裡面 其實法律都有他一些基本的道理 他說小孩就是一個主體 你們兩個不是 小孩是那個主體 我們所謂小孩最下勵 我們說訴訟上叫無限上綱 你一定要把這個人當成主體 然後提到一個最高的地位 而不是兩個人搶來搶去 怎麼樣對小孩最有利的 其實我覺得小孩子 現在很成熟 他當你知道說父母親住在一起 是有很多的問題 他並不完全 不要你們分 沒有時間 如果現在讓你回到你的 你跟前夫的舊家的感受是什麼 我沒有踏過舊家 所以我不知道 我敢 你敢 我覺得我心如掛礙 他們不敢 他們不敢 他不敢讓我進去 這倒是真的 因為那天像我來講 他說他回到家 不敢踩進去 在那邊坐超過十分鐘 就是沒有問題 那個還沒調適好了 要調適 我覺得我敢 可是他前夫好像還住在那裡面 對 但是就是說 在客廳他根本坐不住 因為跟他生 可是你看那個也是 曾經他一手打造起來的家 對 所以也很痛 其實真的心情 我們沒有辦法想像 在客廳樓跳在 新聞 哇哇哇